我们看一下,前几天那个旧金山那个,说万岐那边呢,电山雷鸣呢 我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,看看是怎么回事啊,飞点,飞点直到,垂直的,再线转 车子的旋转,车子旋转的时候,突然摆了一下,原来是直的,突然摆过来一下,哗哗哗哗,垫上雷鸣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,它斜过来一天,就垫上雷鸣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,它在做试验呢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,斜过一天就有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垫上雷鸣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,垂直的时候就没有,垂直放下,这样飞的时候就没有,斜过来的时候有,所以它在不断做试验呢,不断做试验,看看,这里都是偶然还是必然,偶然, feel 还是必然,所以啊,所以不断做试验,不断做试验的时候,垂直就是这样,那就像这样,这样,这样飞的时候,这样飞的时候没有垂直的时候 它那个歪一下子的时候打巴巴巴巴,垂直的时候垂直地就没有,撞的时候垂直卑就没有,垂直就垂直就有垂直就有垂直 dort lá。 然后做到最后试验的时候就这样 又没有电传雷敏了 又没有电传雷敏了 就是垂直和水瓶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电传雷敏 但是斜着的角度就会产生电传雷敏 就会产生电传雷敏 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所以要搞气象变化的时候 做试验的时候要降温的话 就是要平着 平着飞的时候这样来卷风 这样旋转空气 这样旋转空气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电传雷敏 而且气候变化比较温可 原来做试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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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威中人提出来 说让平着 或者让海上把冷空气吹过来 或者从北极把冷空气吹过来的时候 他们也在做试验的 也在做试验 一定要平着 那就不会有电传雷敏 就不会有冰雹下雪 车子有冰雹下雪 雪到电传雷敏 屏到温可 原来做了这么一个试验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